你好 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灾药 安坑国小举办117周年的校庆还有运动会 今年特教班学生还有幼儿园小朋友 别开森面参加短跑竞赛 而另外东南科技大学者举办了64周年的校庆 并且进行产学训的签约 提供学生实务实习的机会创造就业的高薪 时定区科所为了要庆祝母亲节的到来 在举办模拔母亲表扬活动现场充满着温馨的气氛 为了要鼓励妇女朋友定期筛检 新北市卫生局就特别在温馨五月办理鲁盐手塞送烤里的活动 新年一家牛肉面店的老板为了要纪念已故的老婆 卖起了健康的牛肉面 还将盈余捐给清寒家庭的学童 今天的点亮新北市专题报导就要带您一起来品尝 这碗美味又充满爱的牛肉面 安坑国小在5月9号举办了117周年的夏庆还有运动会 有许多师生为了要庆祝学校的生日精心打扮成各国造型 活动一开始就是由六年级的学生带来复古健康超 紧接着还有幼儿园一连串可爱的表演 校长方庆林就表示 今年有别以往 特别安排了特教班的学生 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同来参加短跑竞赛 希望让全校的师生们一起动起来 安坑国小5月9号举办117周年校庆祭运动会 不少地方名代里长也都前来祝贺学校生日 全校师生一大早精神异议排列在操场上 有的班级特别打扮了不同国家的造型 庆贺这一年一度的日子 随后由学生代表宣示 运动会就此展开 首先由六年级带来复古健康操 令人怀念的健康操简单的伸展动作 搭配着音乐和口令 让每个人都能舒展暖身 而紧接着出场的是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 带来缤纷有趣的气球伞表演以及动物歌唱跳 上后转 大蛋糕 幼儿园小朋友穿着闪亮的两节式服装 不管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勾制的模样 让场边的爸爸妈妈拿起相机猛拍照 小朋友兴奋的跟着节奏轻快的音乐跳舞 全场都感染了欢乐气氛 安坑国小校长方清凌表示 今年校庆特别以全校师生动起来为主轴 所以有别以往 就连特教班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安排了短跑竞赛 包含团体的竞赛还有个人的竞赛 都让小朋友有充分表现的机会 包含我们从一到从幼儿园开始都有短跑 每一个人都要下场去比赛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另外为配合今年的117周年的校庆 我们办了一个全班一起跑117公里的路跑活动 就是要倡导大家一起来运动的这样的精神 场边努力的喊着加油 特教班的小朋友虽然行动不便 但仍旧卖力的往前迈进 永不放弃的精神令人敬佩 另外幼儿园小朋友的40公尺短跑竞赛 则是笑声不断 鼓声一下小小孩全力冲刺 却有人跑到一半掉了鞋子 重新穿好后再次向前冲 发挥了运动家精神 天空作美带来的好天气 让安坑国小校庆热闹滚滚圆满顺利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而上个星期六可以说是喜事连连 除了安坑国小的校庆 深坑的东南科技大学也举办了64周年的校庆 并且在校庆典礼上进行了产学合作厂商 还有产学训练专班的签约仪式 另外还成立了车辆食物营运中心 可以说是三喜临门 东南科大就表示 希望透过和业界的合作 让学生能够将理论和食物做结合 在未来毕业之后 就能够直接被企业所延览 成为社会制裁 东南科技大学5月9号举行创校46周年校庆 邀请了教育部继职司副司长饶安邦 台北市劳动局局长赖湘林 以及高中职策略联盟学校校长 杰出校友产业贵宾等等共襄盛举 校庆典礼上同时与各产业同业工会 以及企业签订产学合作合约 提供学生全学期或全学年专业的实务实习 我们是全学年或者是全学期 不是这种暑假的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比较深入的去了解职场 还有职场文化 所以这个对他们未来 产学训今天是业界有二十几所 二十几个业界签约 然后跟学校跟训 就是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 这个就是我们聚职在教推动的 学生要务实自用 毕业就能就业 我们现在跟厂商在谈 我们都是25k到30k的这个实习的薪水 然后毕业以后至少要有35k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校 现在目前打出的口号就是 保证就业保证高薪 而这次所签约的产学训专班 是车辆工程产业人才培育计划学分学成专班 参与签约的车厂企业达20家 东南科大也特别成立车辆食物营运中心 提供学生最佳的学习环境 并在与产业合作下 培育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深坑采访报道 同样是一则星期六的热闹活动信息 实定区公所在母亲节的前夕 举办了模拜母亲的表扬活动 由实定区区长黄诗芳亲自颁奖 活动现场实定幼儿园的小朋友 除了为模拜母亲献上礼物之外 也为自己的妈妈垂背按摩 看到孩子的乖巧懂事 让不少的妈妈们都感动得红了眼眶 为了庆祝母亲节的到来 实定区公所5月9号在丰林综合大楼 举办模范母亲及模范婆媳快乐母亲节活动 实定幼儿园的小朋友除了为妈妈献上礼物 还邀请自己的妈妈坐在椅子上 亲自帮妈妈垂背按摩 看见孩子的乖巧懂事 不少妈妈们都感动得红了眼眶 很高兴 有感动吗 有有有 我觉得她长大了吗 对对 她很乖 很厉害 对不对 她们要跟妈妈说什么 我妈妈我爱你 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还有工作人员 还有母亲节快乐 还忘记了 母亲节快乐 还蛮感动 因为她很早就预告我说 她今天要帮我按摩 所以我还想说 她不知道要怎样按 结果她刚刚把礼物给我说 我还蛮想哭的 那小朋友 要跟妈妈讲什么 妈妈母亲节快乐 今年石定区公司 特别选出五位模范母亲 包括乌土里的王娥 钟铭里的陈素暖 风铃里邓徐云英 光铭里兰秀段 以及永定里王位学子 另外还有陈秀王岚 以及媳妇陈秀美 当选婆媳凯模 由石定区长黄诗芳 亲自颁奖表扬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孝替观念扎根 每天都能够懂得感恩 应该每天感念母亲对我们的付出跟关爱 希望说天下妈妈 婆婆都能够每天母亲节快乐 因为母亲节不是只有这一天 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 中国传统的优良的孝替文化 能够带给我们的下一代孩子 所以说我们今天有请幼儿园来帮妈妈做按摩 那也送神秘礼物给妈妈 我想这样子的教化意义 非常能够扎根在我们小孩子身上 这些获得表扬的母帆母亲 都是自年轻时就一间扛下家庭大小事 尤其在过去困苦的年代 经常要下田工作 又要教养小孩 如今看着孩子长大又孝顺 再多的辛苦也值得 而实定区公司也特别安排了桌席 让妈妈们和亲爱的家人相聚 欢度母亲节 现场亲情洋溢 温馨感人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实定采访报道 而为了要鼓励妇女朋友定期的筛检 新北市卫生局就特别在温馨的五月份 办理乳盐手塞送好礼的活动 紫耀宁是涉及在新北市 年纪是45到69岁的女性朋友 从5月15号起到6月15号 首度接受乳房摄影筛检 就有机会获得到200元的超商礼券 家住树林的60岁陈女士 在卫生所的再三邀请下 接受了乳房摄影检查 发现罹患乳癌第三期 幸好立刻安排手术切除 让癌症没有继续恶化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乳房X光摄影能够侦测到微小钙化点 以及触摸不到的肿块 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乳房X光摄影 乳房X光摄影其实是目前 在实证医学上最具有筛检的 实证医的一个工具 那所以呢 其实它可以侦测到非常小的一个 钙化点跟我们手所触摸不到的 一个微小的肿块 所以呢 它其实它是可以做到 就是早期发现 陈女士目前还在进行放射线治疗 及口服药物 她说虽然命是检回来了 但如果早几年接受卫生所的检查通知 现在也不会那么麻烦 而她前往医院治疗时 看见乳癌年轻化的现象 更是深切地呼吁女性朋友 一定要定期筛检 对自己对家人才会有保障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癌症已经年轻化了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妇女朋友能够爱护自己 及早去发现及早去治疗 而且现在我们国家这么好的政策 配合我们 我觉得应该要及时去治疗 及时去处理 对自己对家人都是比较好的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从今年起民国59年出生的女性市民 可以享有两年一次的免费乳房摄影 而从5月15号起到6月15号 首次接受乳癌筛检的女性朋友 就能够获得超商礼券 年满45到69岁 含59年次的这个族群 那只要您从来没有接受过乳房癌室光摄影检查 那就是第一次到医疗院所 到我们新北市的所有的合约的医疗院所 来接受检查 在5月15号到6月15号这段期间 我们做完检查之后 就可以当场送您200块的超商礼券 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说明 如果二等亲内家属曾经罹患乳癌 40到44岁的妇女朋友 就能够提早接受两年一次的免费乳房X光检查 另外30岁以上的女性 每年也都有免费一次的子宫颈抹片检查 相关的讯息可以上卫生局网站查询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先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是点亮新北市的专题报道 马上回来 光线上网绝对首选大兴电宽屏 200枚专案价每月只要999元 升装成功之后 在寿宁周杰伦代言的听Lad耳机 森办数则2917 3939 谢谢你 让爱可以传递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谢谢你 让台湾经济弱势家庭 不用挨饿 得以温饱 谢谢你 让他们看见希望 我是孙悦 请捐款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 1919 15银行 在新店有一家牛肉面店 它不仅好吃 还有着满满的爱心 老板周金发就利用丰富的蔬果 熬煮成汤头 看起来浓郁的汤头 味道却是格外的清爽美味 特别是老板为了要延续对 已经过世妻子的爱 还将银鱼捐给了安坑国小 用来帮助清寒家庭的学童 有很多客人都说 来到这里吃面还可以做爱心 真的很有意义 走进店里挂满乐器的墙面 令人很难想象 这里是一家牛肉面店 原本经营乐器行的老板 因为喜爱美食 也喜欢做菜 一年多前决定开设 复合式的餐饮店 而为了开店 老板可是下足了功夫研究 因为以前是自己吃 后来因为要做牛肉面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这个 很就是说需要专业 所以说在这段期间 我们到过很多地方 知名的这个牛肉面店 去品尝它们 接受它们的优缺点 那我们自己慢慢 自己有自己的口味 老板将属于自己的味道 全民黄金101牛肉面 当然好吃可不能 只凭响亮的名字 这碗牛肉面 从食材到烹调方式 样样都很讲究 尤其是汤头 就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熬煮 不是将牛肉切块 而是把一整条的牛腩肉 放进了大骨汤里 煮到软硬度适中 就捞起备用 牛腩当中因为它的肉嫩 而且里面肉带有一点点的油脂 吃起来它不会色 所以说这个是牛肉面 这个通常如果它是比较在意的话 通常会用这个部位 不过要做出如同黄金般色泽的汤头 接下来的步骤才是关键 豪迈地加进了番茄 洋葱 还有玉米等蔬菜 色彩鲜艳的蔬果 在滚汤的汤头上像跳舞般 让整锅汤鲜活了起来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所有的蔬果已经煮得软烂 这时老板又拿出了果汁机 将所有的蔬果通通捞起打成泥状 牛番茄它的颜色是金黄色 红色 然后那个欧吉亚番茄是它的味道比较浓郁 所以说我们用两种的这个番茄 还加上这个洋葱 加上薏米 然后加上大骨 经过长时间的熬煮 经过我们在熬煮当中又把我们的这个洋葱 玉米跟番茄再捞起来 再经过我们用打字机打过 然后再放进高糖 所以说那个呈现就是金黄色的颜色 如此繁复的做法 让汤头散发出迷人的自然清甜味 喝起来既爽口又不油腻 这就是老板所坚持的健康养生概念 还因此荣获了观光局颁发优良餐饮认证 我们的肉要嫩 那面要Q 汤要浓 然后是健康的 是没有添加味精跟其他的一些的 就是不该放的这些东西 我在外面吃的牛肉面 他们大部分都是放那什么甜面酱 或者豆瓣酱去不搅的 那它这个汤头我是觉得说 它就是用那种蔬果 那种什么洋葱啊 还有一些很自然的东西 什么番茄 我觉得真的很营养生 在别家牛肉面吃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就是汤头会非常油腻 甚至上面就会看到那种 油的那种泡泡的那些光 但是在这里吃的话 会觉得说会很健康很营养 它的汤头很爽口 喝起来很顺口很舒服 这里的牛肉面除了好吃 背后还有感人的故事 就是老板姜盈余捐赠给安坑国小 帮助清寒家庭学童 而这份爱的缘起 是为了要纪念已经过世的妻子 因为她长期在安坑国小 那她有七年的时间在那边当彩虹妈妈 那她在七年后她就因着骨癌 然后就离开人间 那因着这个缘故 我在为她做追思礼拜的时候 是主题是浪哀继续蔓延 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把这个浪哀继续蔓延 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学校 经我们的社区能够继续蔓延 我们这些面的钱的盈余 它基本上是送给小朋友的 是那些失学啊 或者是一些需要去辅助的孩子的 那我觉得吃这种面吃得很开心 你想想看 吃面还做善事多好 亲爱朋友 感谢你 能与你分享面总情 浓浓汤头 鲜冷的肉 灰干的酸菜味 妻子过世后 周老板发现自己也得了肝癌 在医院治疗的一个夜晚 他以牛肉面为主题 写下了《面中情》这首歌 用来怀念妻子 也期盼他们坚真的爱情 能用更有意义的方式 蔓延在人世间 长长久久 请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宝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限定宽评送你 TimLab21号 周杰伦代言超音质耳机 现在申办超快 200M光纤上网 每个月只要999元 周杰伦代言耳机 或是超商礼券 2000元 马上带回家 还享有多项免费优惠 详情请洽 2917 3939 大限定宽评 HD99高画质套餐 每月只要99元 200台起的 20多个高画质频道 热你看 年轿载送周杰伦代言 TimLab21号 入耳式耳机 或掌除可乐扇等 好礼三选一 送完为止 快播2917 3939 新店地震事务所8号行动艺术馆 4月1日至6月30日 展出灰彩洒漠 陶艺风情连展 一至三楼展出 刘秀梅及陈红年的 花鸟山水画 一楼橱窗展示 原名艺术家 铁木雅沙的画作 以及林玉娇的陶艺作品 欢迎民众 令您参观 使用牌照税缴纳 期间为4月1日至30日 由于使用牌照税 是按使用日数积征 如果车子坏了 不再使用 记得向监理所 办理注销报废 以免继续缴税 为增加民众认识 黄金博物馆馆藏物件 博物馆提供五大类别 168件具代表性的 馆藏影像 于官网上阅览 让您身在家中 也能保览展场中大受欢迎的众多展品 甚至是平日 典藏在库房中的特殊物件 新闻的最后 是抗掌专区所提供的超值商品资讯 提供给您这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兴电 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是大兴电 有线电视的脸书 粉丝团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佳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